大家好,歡迎收看陽臉測試 今集會和大家集中一下港股未來運勢的發展 身邊繼續有原學家李漢柱李師傅 另外還有英雄證券銷售部副總裁林健華Anthony 和我們指點考迷俊 馬年港股借助互廣通消息 恒指上至25,000點以上 埋單計算是有得升 中間波折重重 因為非常活躍 要賺錢不是一件意識 投資者最關注 讓年港股會有甚麼特色? 究竟容易賺錢? 更加重要是羊 通常想起羊太、羊太、羊群心理 會否出現一些一窩蜂看好或一窩蜂看淡的情況? 有沒有出人意表的事情會發生? 師傅 羊有一個特性 尤其是山羊 常常自我與天比高 世界上大部分出色的運動員都屬於山羊座 這種好性的造成不斷的競爭 亦時時有羊角雙底的現象 變化多端亦都好像 曲折到羊長小徑一樣 扭暗花明又一村 大上大落之餘 更有天災人和 加上社會和不和的事影響 羊年是一個危機四伏的流年 提防羊群心理造成盲目跟隨 恨錯難翻 我們又看這些統計的數據 看過去幾個羊年 其實股市方面的表現都算是不錯的 香港人可能最記得是上一個羊年 就是03年爆發沙士 看看究竟羊年的股市 會否有些好意料之外的事會發生? 或者大體的走勢上會是怎樣? 今年這個羊年其實是社會洗牌之年 有大人物落馬又有新人物提升 社會的階層、股市、房產都會連番起伏 有大莊家退市 又有新發財登場 我們只要靜觀其變 謀定而後出擊 實行以靜制動為上策 師傅聽他的說法都是波幅很大 Anthony怎樣預測恆子在羊年的走勢? 有否一些目標可以讓大家參考? 目標是26500個高點 應該下季會出現 如果計算新力是第二季尾 接著就會調整 調整比較淡 可能在20,000點左右 才達到底價 這個波幅大家可以留意 不過指數未必是投資者最關注 最重要是可以捕捉到裡面的板塊來炒 在晚年有很多板塊的表現 都來一個大反轉 例如豪島股似乎建了頂 反之中資股方面大旺 內銀股、內險股、甚至勸商股 走勢都非常突出 陽年方面這些板塊 還可以繼續利好嗎 今年的掛像顯示 中資股仍然向旺 除了內銀股外 其他的內險、券商股 都會繼續吃著旺勢 在陽年大展權腳 可以繼續視之為良好的板塊 有否一些不利的板塊 大家要避一避呢 不利的板塊類似地產、銀行、工業股 和抗熱板塊比較實色 小店為皆 Antony認不認同師傅的看法呢 或是從基本因素去解讀這些板塊 是否真的會這樣走呢 我用一個榴槤立春八字體 加一些易經掛 今年用土和… 這個土是陰土 不是地產的土 這是陰土來的 是微土裡面藏著 其實和師傅所說的第一集有些相關的 就是藏一些化學物或者一些火蝕的東西 那會放在什麼呢 稀土、化工原料、肥料 這些我會看好 即是說稀土股因為需求 還是說兩國的衝突問題 令到稀土價格會上升 另外因為旱災令到化肥股 繼續有多大的吸引力 另外就是火藥股 其實也是軍工股 另外一個看好就是水股 水股就是污水處理 淨水供應 一些物流股份 娛樂的股份 今年我都會看好的 看淡呢 看淡又會是哪類型的 看淡呢 今年很奇怪 因為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旱災 所以一些足於林木業的股份 我就不是很看好的 另外一些就是纖維股 其實不是人造纖維 是一些紡織 成衣的股份 今年會很麻煩的 財經新聞 如果我們數回 在馬尾爆出很大單 出乎市場 預期沒有人預計到的 就是長和系重組 究竟怎樣分析 我想不同人 有不同角度看去的口 看去的壞 搭入陽年 會不會再有些出人意表的大重組 或者一些很大轉變的新聞 會發生 或者會不會很多呢 這個是會的 因為每一個大機構 都擁有一大批的智囊團 跟他們預早有十年的預算計劃 發展方向 以及怎樣去投資發展 這些是商業上的決定 但我個人著重是風水 地運力量的影響 香港的維多利亞港 主要是近坤向 我們香港是由六運 大王到八運 現在已經是花開到桃薇了 在地運方面 2017年就會進入九運 有些先知先覺的人 都會被人走先一步 組作部署 加上這個陽年 是月未年 是地產地域的洗牌年 十年河東 十年河西 避免站錯河邊的人都要尋舊 一早解決了危機的預算方案 所以類似上述說的大變化 消息會繼續上演 Antony 大變化會出現 預計會是大財團的重組 還是會有些大的併救出現 會傾向在哪一方面 重組一定會再發生 現在的局勢 以至到地運來講 跟李師傅所說 就是有個變化在 我相信強於我們的大籃籌公司 除了有回計師 甚至真的有風水師 看得到的東西 大家都會預備有幾大的改變 另外那方面 拼購 由北方下來的財團 我們可以看到 在地產和一些公共事業 已經開始染指下去 這些拼購 大家的走著潮 不單止是月未年 是陽年 未來這幾年 都會有個很大的變化 我們香港說一些拼購的消息 其實都不突然 你聽聽聽就習慣了 是各行各業都會有 還是會有一些特別的行業 在拼購入面會比較旺 特別的行業 你可以看到甚至是爆冷的電訊業 這個很大機會被人拼購 好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這一集時間 也來到這裡 下一集的陽年測試 我們會和大家分析一下樓市和其他投資方向